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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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的数据会组成三张表 然后一张是用户行为表 再就是用户表 还有扩展维度表 然后这块头 我们待会会详细的再说一下 那上层的话 也就是说这个右上角 是我们的插流管车 它主要是为了应对 也就是重复查询来 系统带来这些请压力 那这一块的话 这个模型可以说是神色 比如说刚成立的时候 然后基本上就是基于这个模型去运转的 那现在的话 虽然做了很多的开发过程度 但是大体上是完全不会提供 那这个基础的价格是没有变的 那现在说一下这三张表 用户行为表 还有用户表 还有扩展维度表 这一块的话主要就是说 对这个用户的行为数据 然后做了一个建模 那比如说一个用户的行为事件 可以列为 就是说在哪一天 然后在什么地方 然后在哪里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正好可以用它去描述 在这里面的话 也就是说这个事实 然后就是用户行为 所以它会进到用户行为表里面 但是呢 对于用户来说 它有很多属性 这些属性是可变的 那假如说我们把它固化到用户行为表里面的话 它是 就是不太方便去变更 所以这一块的话是单独把用户表给抽出来了 那这一块的话就是有很多属性 像比如说用户年龄 还有用户的这种地域 它比如说想搬家呀之类的 这个地点它会变的 那扩展维度表是干嘛的话 这个并不是说这个事件发生了 它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而是说在我们路铺的这个时刻 那有一些信息是不方便去采集的 或者说有一些是 有一些属性 它真的是随着时间去变化 比如说像商品的这个架构属性 还有库存数显存的 那这部分的话 我们就会抽取出来 放到这种扩展维度表里面 那这三张表的这一个Joint 它就比满足我们绝大多数客户的 这个用户行为分析的认识 那你发了的话 也就是说是充当了这个 属于仓库的一个核心 的一个产业的这个质色 行 那这一块的话也就是说 直接进入到 比如说今天要分享的重点 就是优先机调度 那优先机调度这一块 它其实不是一个什么型概念 也就是在竞产机之处 操作系统发展起来之后 然后呢就会面临的 也就是说这个私园紧张 然后呢任务过多 然后呢我们为了也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对这个缩页 然后做了这个优先机的划分 那对于大数据引擎来说的话 它也面临着也就是说私园不够 那任务过多 那时候怎么办 然后我们是把这个优先机调度的 这个概念然后给你解决 那它的背景 比如说我们在用的时候 各种的业务 它们直接互相显然私园 那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这个私园 谁用都够 哪个业务都没有服务好 再有的话就是说 还有资源不足 那它 会导致也就是这些查询 然后在运决的作程中 不得不 然后通过超市 然后去取消了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 它在超市取消之前的计算 全都属于无效预算 二两回的资源 再就是也就是说 大量查询 然后也会辅足小证 比如说因为查询 它靠的资源过多 但是它一直是 靠的资源过多 它查询的时间过久 那这样的话很多小查询 它就会饿死了 然后得不到 也就是它的调述之行 还有的话也就是说 有一些查询是特别的 然后私园占用的非常大 那我们明明知道 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把系统 整个的资源都分给它 那么当最终结果出来的时候 它还是不能运行成功 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 在我们判断它不能运行成功的 之前的这些计算 也都是无效预算的 那它现在是属于一种 必定要失败的策略 那也就是说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话 也就是说 我们内部 然后编辑也就是说 业务 然后业务对这个任务的 这个重要程度 还有它的思源分配的 这些大型 然后呢 对任务划含了这个优先期议 优先期的话也就是说 我们有了任务的优先期的话 就可以按照它的优先期的行动 然后呢 去分配思源去决定它的 实现的一个顺序 OK 那当然了 有优先期的优先期的话 它可能是优先要 最重要的 那在设计优先期调度的时候 然后这一块是 有两个设计原则 一个是说思源共享 什么是思源共享呢 就比如说 我们虽然对任务 划含了优先期 对吧 然后呢 总是有一些业务 那它可能也就是说 呃 作业可能会稍微少一点 它在不运行的时候 它的思源是空闲的 那其他一些业务呢 它可能这时候的话 它占用的思源或多 但是分给它的思源又不太够 那这时候的话 我是希望它能够借用 其他不再使用的业务的 这些思源的 再有一个的话 就是动这个天机 什么地方是动这个天机的 就是说它在排队过程中 只要它还没有调度 那它的优先期的权入 是不断地随着时间和它增长 这样就会避免 也就说一个练务由于 优先期过低而各自 那比如说 基于以上两个颜色的话 这一块的话 也就是说 最终是设计的 这个优先期调动 那这一块的话 有几个 名词还是需要给大家 解释一下 关于优先优先期这一块 我就不多说了 它应该也就知道 那在形式内部的话 我们是划分了五个优先期 就是从批名到批次 那对于每个优先期的话 由于有划分的权重带 这也叫优先期带 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P0 那它的这个权重带 就是360以下 那对于P1来说 它的权重带是 200次到359 这就是说 只要它是P1的任务 那它随机的优先期 的权重也是 200次 那它随高是359 它不能超过P1的权重 那配额的话 这一块的话 就是业务分配的 不同的次元 就比如说 不同业务作业 然后我给你分配 这个配额的这些次元 那你可以去这些次元 然后你去划分 你的这个业务 那权重这一块的话 它也说 它就是优先期 优先期带在这里面 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数值 那它也是调动态序的 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依据 那这一块的话 也就是权重这一块 有两个正相关的因素 不能说是正相关 有两个相关的因素 一个是时间 随着时间的退移 权重是会不断的增长 另一个的话 就是说 假如说它占用的次元不多 因为我们因为它是一个大产群 它占用的时间也会比较长 所以它的权重是先一个是降低的 那这儿是一个非常大 当然也就是说 这个权重 虽然能够其实调整 它最大也能够调整 就是它这个依损代 再有一个概念 就是借用 借用这一块的话 刚才我也说了 对吧 当一个业务 它的资源配合比较困难的时候 我是希望能够被其他业务 都使用的 那这一块的话 我们在实现的时候呢 就发现 也就是说业务之间 它不一样进入的话 这个时间实在太复杂了 那这一块的话 就为了实现简单 提供了一个 common quota的一个资源 这个意思就是说 common quota 那就是说你所有的业务 其实都可以借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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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资源 也就是说一个业务 它能够使用的最大的资源 就是我给你分配的 再加上common quota的一个大小 另外的话 也就是说 各个业务之间 既然已经有common quota 各个业务之间的 quota 是不可以互相占用的 那这一块的调物原色的话 就是说 首先啊 就是高阶级作业 就是优限调子嘛 那种没什么办法说的 但就是P0作业 是我们的一个系统化合复 那它 主要是 对我们内部系统的一些 态生作业 还有workflow的作业 那它这一块的话 是P0的这个元级 另外的话 给业务分的是 P1、P2、P3 正好对应着 也就是高中低三个元级 那P4 quota的话 是 专门是为 比如说HUE的这个 Hawk作业去提供的 那它能使用common quota 那插这一块的话 为什么也就是说 Hawk的这个预定要低呢 它不是 这个客户也就是说 在这等着要看这个结果 这一块是跟审测业务 审测这边的话 是将 所有的这种分析 然后是飞到很多的这种 分析波形 那这种对于分析波形的这些 报告来说 反而是也就是 客户更看重的 那对于欧视HUE 这一块来说的话 它反而不是 它的一个重点 这就可能是它 所以一下起来想要看的 所以这一块的话 它的有限期是更低的 那再有一个的话 就是common quota 才可以并接用 好 然后这儿是一个具体的调度过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左边这个P1的 P的这个LU5 含有入堆之前 那在系统面 它会有 就是说有这么多作业了 在这个地方排队 那可以看到 也就是说 在这个quotaLU52里面 然后它有一个P0的 一个原级作业 那它其实就是 在这个队列里面 最高的阶级的作业 所以我们可以预见 然后P0你其实入队之后 那我们首先要出队的 也是这个P0的这个任务 那这一块的话 有一个问题 就是当P0出完队之后 那这起步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任务 是这么一个状态 对吧 那下一个应该要出队的是什么 先看common quota里面 那它有一个P1 是排在对头 对吧 它等了10秒钟了 并且它需要 耗费的资源是1G 那对于这个quota2里面 这个B字1这个复化里面 它这个P1作业 它只等了0秒钟 但是呢 它耗费的这个资源 它要更多一点 是两G 可以比跟我们刚才的 这个原则 就是说common的 这个P0作业的 这个原则要更高一点 因为它的时间更长 耗费的资源更少 那B字2这个复化呢 它的一个P1的 它也是消耗资源 是要1G 但是它等的时间更长 是13秒 根据刚才的原则 作为它的原则更高 所以就是说 当P0创对之后 我们下一个要出的 应该是B字2的这个P1 当然现实生活中 应该是现实生活中 就是我们实际 实际的时候 然后这个 并不是说 我们可以固定 其中的一个因素 然后靠比较硬的因素 来较大适 这一块是有一个 也就是稍微紫达地点的公式 来去计算 我们最初还是根据这个 权重值而去调度 然后这个是我们带客户 还有我们私体内部 然后测试这个节目 大家可以看到 也就是说在高病发现 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P1的这个作业 那它的这一个调度时间 差不多应该是在 40秒左右 然后P2的话 就100多秒 然后P3的话 也就是在200多秒 这一块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对 然后这一个的话 应该是我们 已经实践了几家客户了 然后能够保证 也就是他们的高优作业 然后能够去 留到及时的调度 那优先级这一块 应该就到这 大家这有没有问题 我可以这么说一下 那应该P1的余件 这种作业 就比较难 对 因为也就是说它 对对对 因为它是一个分析作业 然后定路之要求特别高 另外的话也就是说 这一个是在 思源期中 紧张的情况下 然后测试了这个结果 因为假如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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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颜色是 是测试了几分 濃緒的 就是相当于在这一边 就是相当于是 P1的所以 然后是33 然后P2是有红颜色 是0的时候的测试 你看 这些还可以 这是 这一块的话 应该是我前年 说�量过 当时讲过 我们这边 会有资源预告 那大家都知道 就是看 它内部其实有一个公式的资源预告 的 但是这个不太 我们内部是怎么实现的 是有一个基于历史惊奇的词言语物 这一块也是跟神色的业务模型有关 就比如说像我们正常来说 一个布拉比 它接收到的这个色谤是多种多样 我们其实很难去预估它到底长什么样 但是神色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它提供了一个优惠界面 优惠界面量应该是分了十几个查询模型 所以也就是说客户这边来的这个产品请求 它都已经被固化到了 也就是说这几个查询模型 所以我们就面对的这个色谤性就大大降低了 而且它内部的话有很多 所以我比起来 比如说我这一张这个数据我今天要看 明天还要看 那我这就也就是为我做这个历史词言语物 然后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然后这一块的结果就是说 我们测试了 就是说经历史词言语物 然后大约这一个预估的 跟实际的这个内存使用片 但是它也要是在3%内 这个还是比较移轻的 请看有没有相机 对 这一块应该是主要是基于内存训组的交流 然后CPU这块是没有完整的 因为CPU的确是比较难去做这个隔离 然后下一个的话就说下来也就是说肯定计算的一个时间啊 那这一块的话也是有两个主要的应用场景啊 那一个是大的醋和游戏公色 大的醋的话主要是为了就是说那个电商的客户 然后游戏公色的话就是有些如此 那它这个脸的场景都是非常相像的啊 就是有一个顺时的一个流量高峰 比如说我们在618对吧 然后去做这种换测的时候 那这时候的话 就是我们客户的这个飞行师啊 他就会非常关注这个数据 所以这个这一块的这个产品进发呢 然后就会有一个顺念的一个高峰 但是呢也就是当那个促销结束之后 或者游戏公色结束之后 那它其实就是说我 就是说这些数据我就不探了 那我又需要也就是说 要回到原来的这个产品状态呢 就像是我们没有这么多的这一个这个计算量了 那这一块的话就会面临着一个 短周期的一个频繁的一个扩锁容 对于扩容来说 现在来说还是比较标准的 也是实际上的实际上就是 虽然差不多是半天吧 应该能够能够扩完 但是缩容这一块是比较麻烦的 因为缩容的话 我们只能一拍一拍地继续下 这个耗费的时间留会更长一点 另外的话也就是说 它这个实时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再有一个的话 也就是说是一个叫潮汐计算 这个是俄喜比较明的 可以认为就类似这种 四来界的这个潮汐潮落 那它这个明显的周期性是什么样 就是有的公司 它就是上班之后 跟机师来过去看这一个 就去做各种各样的查询 就顺便就有很大的这个查询量 但是下班之后呢 这个信号就没人用了 那这一块的话 信号就非常明显 还有的话 一些客户是 牵牵反过来的 把半页里面 然后呢 要计算很多的这种 比如说盖板标签 然后呢 白天上班之后的话 就主要是要看这些 就是 早上的这些计算结果 反而也就是说对后台的这个 罗拉币形式没有什么原理 就是反过来的 对 那这一块的话 也就是说 它正好就是说 在我查询高峰期的时候 对吧 然后我的这个资源紧张 但是呢 我又 当这个高峰期过去之后 我这个资源有几个风险 假如说我给它分配比较多的资源 然后做这个系统的话 那其实就有浪费 然后比较少的时候的话 也就是说 它这个资源效果就不好 那在这个场景下的话 也就是 应对这两个场景 那也就是说 我们就把 产生计算这个 给做了这个功能 因为这也算是 也就是说 连接的比较常见的一个系统 对吧 那它的实验基础 就是说 给它的这个 discounter 然后它应该使用 就能够被 也就是K-Buds 走去调度 再有一个的话 也就是说 它是 这个网络有余的调数 比如说 我们使用公共有缘的 这个 图片配词 对吧 那它的这个容器网络 是需要感通容器内容 和我们原来集群之间的 这个容器内容 那现在 幸好是 就是几大云场商 比如说DWS 那他们本身有VPC CDI 这样的出现的事 然后阿里面这边有个外面 曾经这里也有一个类似 我们来说 对应用并连 是类似的一个方式 那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 有了这两个基础 那我就可以 基于也就 拥有缘的这个 CNATIS 然后去做这个事情 那这一块的话也就是说 这儿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加坡图 然后有几个概念 我简单说一下 看到了DV和CNATIS 这一块就不说了 这是Intra的 人加坡图片 不带的 那下面就是这个Lessource Pro 那它的话 相当于是对这个 Intra基础的资源 然后做了这个 这个 在资源上做了这个划分 主要的资源 也就是类似资源 那也就是说 这样的话 就是说我们 这个基础里面 假如说在同一个Lessource Pro 下面 然后呢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使用这么多资源 当然也就是说 Intra本身是支持多Lessource Pro 但是为了方便我们内部 支持 那这个的话 也是Intra社区 远中的一个概念 它你可以认为 是对Lessource Pro 做了一个纵向的一个划分 Lessource 这个FQNATIS 和FQNATIS之间 它们俩之间是物与隔离的 这就意味着 也就是说 你一个查学 你要么跑在FQNATIS 1里面 要么就跑在FQNATIS 2里面 那刚往下的话 看到也就是刚才这个 科码第1 第2 那这一块的话 就是我们刚才 那个优先机调度里面的 一个科码的一个概念 那它是对Lessource Pro 做了一个横向的一个划分 那它们之间是一个 逻辑格里面 是一个软格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也就是说 在这一个Lessource Pro 下面 就是Glubin1和Glubin2 它都有同样的这个包团 好 那有了这个概念的话 就是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维持一个 较小的继续规模 也就是说 我们比如说 直起了Glubin1 然后呢 作为我们的一个主题 比起 那它可以应对我们日常的这个产品 工作 当流量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Glubin2 然后把这个Lessource Pro 立起来 那它起来之后的话 它四度会降到这个 Resource Pro里面去 Lessource Pro 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一时计划词 那有着新的这个 这个计划应求 我们就可以 就是说 往这个各种二续区去发了 那它的这个特点的话 就是说 嗯 刚才说了 五里和一台网络 不通 往调度策略这一块的话 这的话 可以定量看这个UtD调度 然后去做一个结合 那这儿的话 也就是说 嗯 那这儿就是说 我们刚才做的这个 斯兰的一个结合 它可以提供一个 更明晃的一个调度 那这一块的话 比如说 我们可以将特定的谈余需求 然后呢 它就运行在一个 特定的格路口里面 比如说 我们的这个设施油量 我就可以 也就是专门调课 就是说 那个KPA测量器的 这个临时计划词 还有的话 也就是说 我也可以就是说 我也可以 优先指定在中 一个格路口上 那当这个格路口 假如说 资源比较贡献的时候 我可以是说 带它 也就是再去看看 其他的格路口 然后是不是贡献 然后去掉它过去 还有的一些 就是说 比如说 一些特定查询 我知道它一定会失败 那这样的话 比如说 我都可以 不乱就跑了 那我直接显示 然后做一个快速失败 那可以看下 这边的一个调度例子 这有一个调度规则 整日路一 那这一块的话 就是说 当满图K 它的counter额位 是requard的时候 APP是SA的时候 那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 我会给你格外的加显示的 这样的话 就是说 我会把你调度到 quarka 定次进面 然后你的优先机是P2 然后Gluper是requard 另外的话 也就是说 我这样给你配了一个 fast fill的一个策略 就是说 当你的这个查询 假如说 我预估是超过100G的 那我是会直接拒绝不行的 假如说 你的时间 预估 然后会超过30分钟 那我也会拒绝不行的 再看RAW2的话 再看RAW2的话 这一块的话 就是说 NC路一差不多 这我没有指定了一个fail fast 然后指定了一个fix的 运作的辅助管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一个 假如说我插线 匹配了这个规则 那我只免许你运行在这一个 河路下 然后这一块的话 也就是说 从我们的这个效果评估上来看 然后我们采用系列的点核 也就是我们做一个 稍微大的这个 大的一个集群 然后满足同样的查询效果的情况下 能够大约结成20%到30%的成分 还有刚才说一下这个RAW2 RAW1和RAW2 是我们的一个规则配 假如说一个查询 它命中了上面的这个RAW1 那它就会以RAW1去做调度 它虽然同时满足RAW2的话 我们也不会去匹配RAW2 那就像是一个设计理由匹配 好 然后弹性计算这一块 应该也就要这 反正在这 因为有什么问题 这几下月 能让我提起一块 可以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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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点 可以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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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 根据刚才的那个历史资源运工 然后我会知道 你这个查询 然后要考的话 需要给你看多少岁 然后我也会有 根据制裁的历史 然后知道 你大体上要运行多长时间 然后根据这块的话 我会去做这个实验 那一块就是 那一块它是基于 那个 内部各能 是否去 还能随点 可以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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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根据 是这样的 历史资源运工这一块的话 是有一个circle 对吧 然后这个circle的话 它会分很多的这种 也就是说 Planode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每个node 然后其实都会有限制的签名 然后也有这个circle的签名 然后呢 它会去做 也就是说 给我们的历史信息 然后去做下那个对比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公式 然后去去算 也就是说 当前这个circle 然后到底需要多少资源 对 对 它是基于那个最终的tuff 对 对 就比如说 那个tuff的tuff 去进行 去做一种算 因为这里面看 它其实是和那个 除了tuff的玩意之外 和和它的那个做枪子的 对 对 是的 对 是的 这一块有一些 有一些简单的一些油水关系 比如说它的分区变多了 如果原来也就是说 对来是通的车口 可能是分区只是你的一倍 那这样的话 可能不必去做这种 增并的方法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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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对 刚才的长期 它会在好几天 就是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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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 这种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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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开庭节奏 是没有了有牛话的 因为 它 它是在 你个人上的 KBAS里面 对吧 它本地是没有这些数据的 那这一块的话 是特别的程度 的确是说 它的性能 也就是说 科技本地来说 会有一定的差异 差异也没有那么大 好 那这一块的话就是在KBAS那边 然后他们那边 会提供一个相应的一个调度节点 然后我们会去配置相应的这种调度策略 目前来说实现的还比较简单 就是你可以认为就是一个口浪罩 比如说我们就定点 然后 为了应对调气就定点 因为我们知道 也就是它打一个什么时间 然后是一个高峰 什么时间 是一个低峰 大速这个的话应该就更简单了 然后就可以手中去配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说 有一些想法 然后我们是期望能够跟 workflow 的那边去结合起来 神色这边也做了一个 也就是系统的一个 workflow 的情况 大家可以知道 也就是说 这个当前系统的一些复载 我们后面是打算 也就根据拓载 然后是做了一个一个标准事情 当然这一块就是说 在客户这边实施是比较困难的 后面的就是说神色这边 SaaS 起来之后 然后是比较方便实施这个设计 没错 没错 是的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你可以认为就是说 我同样的Circle 然后呢去做一个限定 然后呢把结果分下来 这个是商务业务去做的 对 但你可以认为就是等值的 就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把我局面中 对 对 对 这个肯定是有 是有这种失效的 所以它是安心来做的 就是 就是假设你当天 比如说看的 这一个数据实施的要求 不是那么高 另外的话 比如说在系统这边 就是说业务那边 它本身也是指定的是说 你要不要使用开始 但是这一块是 客户那边是有决策权的 或者是使用 讲完了也就是说 优先机调度 还有弹性计算 接下来说一下 今天的第三块 就是无法师图这一块 无法师图这也有几个概念 就比如说普通师图 那这一块的话 大家应该也是用的比较多的 它其实就是一张虚拟表 不会保留原始数据 那它要想去获得结果的话 是需要从原始表中 然后去实施去做计算的 它的用处是什么 一般就是常用于简化simple 比如说我有很多的simple 那它们之间是有公共词查询的 那对于这种公共词查询 我都可以把它拆成一个试图 这样的话也就是说 我其他simple记得来 都会更方便 你再看右边这个聚合表 那聚合表的话 它其实是实施表的 一个中间的聚合结果 那它的用处一般就是 用于这种汇组类的 一个产生加速 因为比如说 它的中间聚合结果 对吧 因为它是聚合嘛 数据量是一定是 会有这种量级的一个下降 那我基于聚合表 然后再去做上层的这些分析的话 那其实比从原始表上面 要扫数据要快得多嘛 那假如说聚合表 然后呢 假如说聚合表 它正好也是刚才说的 这个多个tiny circle的 这个公共词查询 那其实的话也可以 也可以 比如说 我也可以 就是说把这个聚合表 然后呢 搜一张试图 那这一块的话 就是相当说 物化试图的这个概念 那物化试图 它是一个特殊的物语表 那它的数据就跟聚合表 类似的 是来自于 聚合表的这个 这个计算结构 那它 对比于聚合表来说 我认为它是 主要是有一些 思统管理的病毒功能 那比如说 我们可以 创建物化试图 然后可以删除它 然后还可以 就是定期的去更新 这个物化试图 那聚合表的话 你可能就是说 创建完之后 然后后面的一些管理 可能是需要去手动 那对于普通试图来说的话 它 因为它是物化试图 它需要把这个结构给换存起来 那它是实际上是要分除数据的 那这一块的话 也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工程的时候 也是提了一些原则 就比如说 我们要保持和 我们要保持数据的实时一致 那这一块的话 大家会讲是怎么做到的 再有一个的话 就是需要有灵或者更新策略的 那物化试图 它不能说是建完之后 然后就灌它了 我们 因为实时表 它是 一直在实时的去找物件数据 它的数据是一直在变种的 那比如说 所以呢 我们的物化试图 也是期望能够 能够跟上这个 这个数据的一个变种 然后能去做这种不同的重心 那这一块的话 是简单的物化试图的语法 就比如说看左边这一块 这就是创建物化试图了 那它可以 就是说 指定它的分区列 然后也可以指定它的存储的文件格式 可以指定它的文处 文件到底存储的 这个地方 这个table property 我待会再说 这个可以跟刚才那个 跟后面的这个outre 去一起来说 那这个删除物化试图就比较简单了 它其实就跟删除正常表 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了 那你可以直接就是照顾优 就好了 ok 那对于也就是说 outreview这一块的话 主要是有两类 一类的话 就是说我要做更新 也就是这个review的 那这儿是提供了 有了三种的这种review的方式 一个是说 我可以单独去更新一些区 我也可以更新一些全表 当然更新全表是比较慢 所以这儿也提供了一个方式 那这儿是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 我可以去更改 就是说这个物化试图的一些属性 那这些属性的话 主要是有这类 那比如说review公共的 那他的话就是说 这个更新 我可以手中去属发 去更新物化试图 也可以自动的 也就是说 自动的更新这一块的话 在我们这儿叫计算出发 那这一块我待会会重点讲 再有一个的话 就是周期性的一个更新 那这也是常用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计算出发 那这一块也是跟 闲色的业务分不开的 就比如说闲色内部 然后呢 他零件的时候 有时候会计算一些标签 那这些标签计算完之后的话 就相当是 就会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共摆一些 然后客户去做各种分析的时候 然后去使用 那这一块的话 他恰恰就满足一个 物化试图的一个 一个语意 那我们就可以就是说 把这个标签的计算 或者说这个标签表 然后呢 把它指定这个物化试图 那他就可以 也就是说 在每天 然后他去做这个计算的时候呢 就自动的话 就把这个物化试图给更新了 那后面的话 就直接去用 那就是完全是为了这个业务 然后去做了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一个模式 再有一个的话 就是说周期的 然后他的这个标渡周期 然后要出订它的运动 再有一个的话 就是这个 GFive window 这一块的话 主要是他的回溯周期 或者说是要回溯 回溯窗口 那这个是这样的 就比如说 此时此刻 那像客户端那边 这个数据他要做一个上报 但是上报的时候 总是有延时上报 他此时此刻的上报数据 有可能是 还有很多是昨天的数据 那但是他大概就是 没有十年以前的数据 所以呢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做这个 无法式不更新的时候呢 我们会根据这个 时间的分区 会把最近的一些分区 然后都去做一些东西 那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可以保证 也就是说 进来的这些分区 然后都会有比较好的 这个无法的一个效果 当然也就是说 为了节省计算量 里吧 然后两个分区 我们就不管因为他 也没有什么数据进来 再有一个话 就是这个 Record FaceTime 它主要是和这个 register input 然后去做一个 最多配合 主要是为了解决 我们这个周期性的去做计算 它有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然后会有一些这种 时间天积 有个 FaceTime 也就是我们可以做这个 时间的交准 这是语法 语法部分 这个的话就是这样一个重点 然后可以看下面一个 一个已经误化的数据 然后这一块的话就是 我们刚才那个语句 然后创建的有误化石图 那这一块的话 但是创建了这个误化石图 它是没有办法和它的实时表 保持实时数据一致的 为什么 因为实时数据表 我们刚才也说了 它数据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写中的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 所以我们只要创建了这个误化石图 它刚前的误化石图的数据一定就是旧的 那我们在使用的过程怎么办呢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基于误化石图 然后又做了一张误化 那它要去幽灵上 也就是说 会误化的数据 那这一块的 会误化的数据 这一块就是一个 你可以认为它也是一样的图 只是说它是一个区民式图 那这块的话就是说 比如说我将没有误化的这些数据 然后通过这种误化写出来 然后做一个有点奥的 你可以认为它就是一个 全固的一个数据 那就像是数据标很变 我都最终用到的这种 没有它的数据就怎么变 有这个然后做到 也就是说数据的实时一致 应该误化石图应该就到 然后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一块的话是这样的 就比如说实时表对吧 然后呢 我们本身也会去训练 对吧 然后呢也就是说 我们每次误化的时候 然后呢它这一块 你都可以就是在当前这个时间 然后去打这个snap 那你可以认为 就是当时的这个数据 也就是说 又划到这个地方 那后面新来的这些数据的话 你可以认为就是 从这个snap 拿上去开始 后面的这个数据 那我们可以通过最后 把这个误化出来 嗯对 因为 那我们已经趁在 他在和说 创建这个误化石的时候 一定要 就是需要把这个信息给大家 创建这个 不需要 现在 现在没有 现在是完全在技能里 今天做到了 就是说我们知道 也就是说 我们当前的误化石数 是基于 也就是说 你的哪个snap 然后这个snap 里就包括那些文件 然后 后面也就是说 我们去计算这个 被误化数据的时候 然后会把 你当前捞出来的这些数据 然后去做一个修探 然后 上面也就是说 应该就是我们 这两年 然后做的一件事情 然后 这儿是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 然后还有近期 就在开展上去做 楼化石图 然后这一刻 你可以认为 业务这边还得完全去使用 然后我们现在 就在去推 去推这个楼业务介入 所以这儿是需要去持续 改善这种化石图 另一个的话 就是相电化尝试 可能大家也都知道 不赖和方向 然后最近相电化 是比较活的 那像 像相电化 还有科的诊 这一块都是 也就是说 又把这个 表达计算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手段 像inkara 然后在科的这方面 做的是 比较不错的 但是像相电化 这个方向其实 做的很一致的方向 这一块的话 我们也是能够 能够期望去 在这方向做一些尝试 再一个的话 就是浪漫美化 浪漫美化 我为什么要提呢 也是基于今年 今年相当于是 AI这块比较普 大家也知道 Google的这个 然后他们的 它依据 它的这个 alpha代物 然后 发现了一些 就是非常快速的 一些技术算法 就是这样造成它 开始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 也就是说 把这些技术 然后也引进来 然后能够 我们再弄办法 然后再进入 然后再进入 然后我的分享 你就到点 然后谢谢大家 好 谢谢 然后这个 今天老师要有 一个大学问题 然后待会儿插入 这个 你的 物化师傅 是用它更新的 对 是用它更新的 那它也是跟 前面那些 资源调度 一块 对 对的 然后也就是说 我们会讲 物化师傅 这些发现 然后是直接在 搞定的事 然后呢 它有可能会去拆 一些死的 这种计算内容 然后这些计算内容 然后会 通过内部的卡 然后再重新去 去做一次 这种下巴 谢谢大家